屋主其實長期住在國外 擔心媽媽的健康關係 所以他就決定要回國 買一個新房子 跟媽媽住在一起 當時他提出了一個要求就是 他希望可以在過年前 看可不可以搬進來 當時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看著他媽媽跟我說 等這個房子等了很久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盡可能地 完成老人家的一個小願望 然後讓他們可以搬進來 至少在這裡面過一個新年 這一次施工我使用了大量的系統櫃 主要是因為工期相當的短 只有系統櫃才有辦法克服這個世界 其實我很努力地把系統櫃 去呈現一個更好看的造型 其實就我的經驗 我對它的了解 它的結構 我覺得它其實不會輸給木工 那其實我們只要克服它的結構 跟它的想法 我們就可以創造出更多 用系統櫃做出來 但是讓大家不會覺得它很呆板 很無趣的一個作品 開放這個空間它的最大的挑戰 就是它都是牆 區域跟區域之間 除了靠家具以外 沒有任何的區隔性 所以在牆壁上 讓我們可能透過一些櫃體、線條、顏色來做一點區隔 我是先發想電視牆 然後電視牆旁邊的櫃子 延伸天花板上面的梁 梁的造型延伸到餐櫃旁邊的櫃子 再由餐櫃旁邊延伸到它按摩椅的空空間 由石木的柵欄條再延伸到它的路口的旋管 來做一個這樣的循環形 餐櫃的部分其實選了一個大概80%左右的灰的一個木紋來去表達 它還是帶有一點咖啡色 在陽光下其實它還是呈現一個非常溫暖的顏色 開放櫃的設計其實是有一點呼應餐櫃的這種區隔 但是我希望可以露出牆壁的顏色 因為我的層板的線條非常的粗 所以我想要減輕它的重量 所以我就加了燈光 剛來這個工地的時候 我看到它的採光相當的好 所以我就決定要把樓梯設計在落地窗這一面 我想要做一個很輕盈的樓梯 我用了薄一點點的鐵劍去做 取消了一邊的扶手 讓空間看起來希望可以再輕盈一點 其實媽媽很體貼小孩子 他一開始其實認為媽媽的房間就只要翻個窗就好了 但是小孩的想法還是希望可以幫媽媽做一點櫃子 所以我還是做了一些比較簡單一點的櫃題 不管是床頭板、床邊櫃、化妝桌、電視櫃等等的 做一點稍微簡單 但是又不失設計的一些做法 屋主希望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更衣室 他認為更衣室還是可以開放一點 所以我就把更衣室做在落地窗旁邊 窗簾拉開其實相當的開闊的 更衣室這邊的櫃體也是全部都使用系統櫃的 那主要是強調很大量的收納 系統櫃最害怕遇到的就是所謂的 模型的構造 所以就變成我必須要很準確的請工廠 做完這個櫃子之後 整個櫃子送過來 你就會變成要相當的準確 才有辦法達到 屋主的臥室其實他也喜歡黑 所以我是用電視牆的大理石文的系統板 做的一個床頭板 那同樣是柵欄 但是用不一樣的顏色來去表達 那因為財度倍降很低 那睡眠的空間上就會更舒服 客戶其實很少來供地 當他來的時候他其實相當的滿意 首先他覺得跟我的3D其實接近一模一樣 然後再來是他覺得比預想的好非常的多 不管是在材質的呈現上 燈光、燈趣 其實他都相當的滿意 完成這個案子最大的成就感 善於媽媽搬進來的那種喜悅 因為過年我的施工時間 可能只有短短的不到兩個月 其實相當的急 不管是要一直煩客戶 或者是我要來煩工地的事 那其實看到客戶喜歡 跟客戶對我的信 其實我是最開心的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是比得上 業主搬進一個他喜歡的家裡面 來得更欣慰 我在想應該每一個設計師 到最後的夢想應該都是這樣 我們已經不在意 我們到底做了多特別的東西 老實說 當做完這個案子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我已經會忘記 因為我可能在忙下一個案子了 但是 這個屋主會記一輩子 因為他永遠都會住在這裡 想看更多無威謀設計師精彩設計 請上網搜尋設計家 我還可以不在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